没有88颗子弹的真相 到底这当中应该停止所有的一些程序 要用表决方式硬干过关 绿营自家人忍不住开炮自己人 88枪击案没真相 陈廷飞亮出一张聚餐照 点名扯进枪击案光电利益的中职委郭再卿 私下与准备角逐正副议长的邱莉莉 林志展同桌用餐 席间还有其他的议员 必有所指郭再卿和邱莉莉关系好 记者会一开完舆论压力倍增 陈廷飞脸书po文看到妈妈的担心 不知不觉流下眼泪 郭再卿声明直接名讲 他与陈廷飞郭信良是一二十年的政治盟友 平常不讲他黑金 议长选举到了就说他黑金 还加码爆料对郭信良情义相挺 不只借钱还研票十几次 又说二零零二年郭信良住家也被枪击过 也是黑金吗 今年两度邀请吃鱼翅也算密谋串联吗 对于陈廷飞的意有所指决定提告 我也承认我自己在理财上面 比较不会理财 难道借过钱的人就不能够选一张吗 郭信良直求回应 在抛选举后曾接到蔡总统指示 台南八十八枪极案还没破 如今延烧到政治角力 不只成了正负议长选举新战场 是不是会向战发展成 政国会与英系的斗争 外界很关注 TVBS新闻库守昌台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